我从出生就是一个自闭小孩 容易被别人一句话给轻易伤害 所以我在场台上不断的摆弄我的肢体 为了阻挡光线和我眼神里的荒诞 独自在电影院里观看一部杰作 也活在我的心地燃烧梦醒生活再被截获 在闪光灯和相机面前对爷爷的照片别过 把人生中的脆弱通过各自演说 无法去争辩 这是错的或者是对的 是real或者fake 妈妈我只是累了 我罪恶在感情上面怀有一丝亏色 如果我们抛开心脏你们会说这就对了 我把它放在博物馆里展览 看着一旁欺扰的人群在逐渐会合 有人在鼓掌有人哭喊有人瞅他吐痰 却唯独没人给我擦干我的泪盒 故事被晒干过程都太短 时间可以到处用我生命来换 过路的人都已写完了木 一个人吃饭往往会比重量还在哭 他们却在乎cash all cash all cash 或是他们会trash all trash all trash 我想要跑到北山光去白衣震动漏 我知道连些东西不及以后都会有 后来那台电视提前只剩我在换台 后来懂我的人的病脚都已变得斑板 后来聚拢的人都随着时间滴答滴答散开 直到我再也不敢把那回忆之处翻开 尝试在周围的窃窃似语中寻求治愈在一张张的字句里面 却避免失去可是失去他就是会失去 这是所有人和事的结局我要怎样才能做到豁达 是我的错吗 我也想把那紧急的长袍脱下换种活法 我也想转身拥抱过去但我不会模仿 若你我相逢在人海里请你送我一束花 我想要成为一名艺术家 或许走到死亡的尽头 那苍白的老人热情早已固在他的心头 他会失忆的但会有人把他的生命乞义拼凑 因为有关法老的故事他们之前还没听够 故事被下意干 过程都太短 时间可以到处用我生命来换 过路的人都已写完了木 一个人吃饭往往会比重要还在哭 他们却在乎cash all cash all cash 或许他们会trash all trash all trash 我想要跑到北下光去代艺震动恶物 我知道那些东西不仅以后都会有 感谢观看 你 感谢观看